第二十九 诸真天区 所有众生 生无过者 借同一心 诸于定屈 由于 第五 无差别 生彼过者 形貌无常 习同一类 行迹相立 心意相同 心界同一 诸于定屈 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 很明干 说得很好 我们要注意到的 四十八月第五月 是无差别的 极乐世界没有差别像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从形貌 形是我们的形状 你的身体 你的个子 多高 多大 这是些 帽是容貌 你长得像帽 无差 没有差别 跟谁没有差别 我们有问题了 那到底哪个是佛 哪是凡夫呢 那都不认识了 没有关系 他有神通 有智慧 你决定不会认错人 而且极乐世界很热闹 非常熟悉 真的就回老家了 无时借来 身身实实的父母 有念佛往生的 你都看到了 都在那里 你的亲朋好友 只要念佛往生的 都在乎 他们都会跟着阿弥陀佛 一起来接应的往生 这往生很殊胜 不寂寞 不能不争取 所以 同 习同一类 那就是前面讲 后面讲的了 行即相类 行与相同 行是什么 全是真心 真心是什么 真心没有念头 大臣教律都说 真心理念 那理念的时候 就是真心 那么往生就是有念头 你什么时候没念头 没念头就是真心 不可能 你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 无名 那不是真心 是往生 无名是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真心 真心是什么 真心是什么都知道 没有念头 好像我们也看 见色 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起心动念 这就是真心 而听得很清楚 没起心动念 没有起心动念 就是住 真定局 所以佛 六根结束 六成经结 没有起心动念 真心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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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起心动动念 是阿罗汉 阿罗汉 这个时候修啊 净土法门 怎么修 根尘相结的时候 用一句阿弥陀佛 代替 起心动念 分别 自主 把那个都放下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修净土 你去试试看 不用这一句佛号 你不起心 不动念 做不到 我们现在很妙啊 六道凡夫 你看 什么也没断 就是把这个 起心动念 分别之 换成阿弥陀佛 真换过来了 有没有看清楚 看清楚了 有没有听清楚 听清楚了 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心上放在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修净土 这叫修 亲近心 真亲近 亲近到几处 我们经体上 亲近心 是阿弥陀佛 不知主 心亲近 平等心 是菩萨 后头有个 亲近平等 就是佛 就是佛 发生 大死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所以 不起心 不动念 就觉悟了 就成佛了 就明信 见信了 还有起心动念 不行 起心动念是不觉 那是无明 无明不觉 深三系 这个三系像 就是 叶像 转向 进阶像 用四分来讲 就是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还有个 真 自证分 这四分 佛说 说实的一切法 告诉你 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 佛话 不亏 贪爱 贪爱 出不了六道轮回 全是假的 应援 三法 对真 下药 你有病 佛用这个来治你 治好了 病好了 病好了 药也不要了 病好了 还吃药 病没好 又生病了 众生在六道 在舍法界 这是病 六道是重病 舍法界是轻病 佛用八万四千法门 来对治 治好了 病好了 病好了 药也不要了 法上阴时 何况非法 非法是病啊 法是药啊 统统要舍掉 不要流泥 那你自己 那你自己觉悟了 还护着这个法 干什么 给众生 给那些病人 是为他 是为他 不为自己 自己心地亲近 也沉默 他们不知道 这东西 宝贵啊 要为众生 护持佛法 那要为众生 讲解清楚 讲解透彻 让他证明了 劝他发愿 修行 正苦 虽然 耳朵 散入这个境界 所以非常难等 阿尼陀佛 阿尼陀佛 阿尼陀佛